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煮的菜是 蘿蔔炆牛腩 我今天用了牛腊條來代替牛腩 炆出來的效果差不多 蘿蔔一斤, 牛腊條急凍, 用了一磅 冰糖兩塊, 蔥兩棵 還有調味料, 柱侯醬兩湯匙 四分一磚的南乳 我已經將它開勻 還有一個調味料, 生抽兩湯匙 材料就是這麽多 這個牛腊條, 我買回來解凍後 飛水10分鐘就變成這樣 飛完水10分鐘過一過冷河 抹乾水 蘿蔔, 把它煮15分鐘 加了一粒小粒冰糖 把它煮軟 就可以減少苦味 如果不做這個程序 就會有少少苦味 材料的處理就是這麽多 現在蘿蔔不用太早放 所以先放在一邊 現在開始炒爆香的牛腩 鑊都開始醃了 把它放下 好了 好了 那些薑和蒜頭呢 我們就 炒一炒它 現在呢 爆一爆它 好了, 現在就可以 爆這個 柱侯醬和南乳了 炒了 炒一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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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開 炒放一點點 炒到這個風味 炒一炒 炒炒很炒 炒 easily炒 炒一炒 牛肋煮下去 爆一下 爆了一會後 蘸1茶匙酒 可以剪一下酥味 攪拌均勻後 開始炆 用撒蘿蔔的水 撒蘿蔔的水是流的 炒進去 用中火 煮起 煮起 小火 炆一小時 煮起後 加入生抽 冰糖 轉小火 炆一小時 蓋上蓋子 牛肋條 炆了五十分鐘 期間 打開來看過 兩次 怕它會乾水 加入蘿蔔 加入蘿蔔 蓋上蓋子 炆多十分鐘 就可以了 加入蔥 可以上碟 蘿蔔炆牛腩 炆牛腩 已經煮好了 現在的蘿蔔很美 大家不妨嘗嘗這個菜 發現 今天主要是 走開吧 是嗎